7月26日, 星期一晚上的岳余淡 Over the weekend, 我想大家都沒有辦法避免 無論你去到街頭河尾, 坐下茶餐廳, 喝茶, 又或者在家裡 打開電視機, 打開你的手機, iPad 等等 都是不停接收這些東京奧運會的資訊 香港的Local Terrestrial TV, 是否因為這個政府打本 不停播放香港運動員的選手的賽程 又或者一定要你看某一個國家裡面 不停要充金, 奪金, 那些畫面 在這個時候, 我個人真是麻煩煩煩, 什麼東西都是看這些資訊 最好就是擺堆, 要不就是煮食, 要不就是看某個國家裡面的 趁家跟他決賽的時候, 僅是在雞蛋與這個高牆 僅是在這個高牆對面的雞蛋那邊, 撐硬中國的這些對手 當然幫他的對家打下氣, 我不知道 是不是香港裡面有很多人都有這種心態 說到東京奧運會, 四年一度, 但已經是一趟再趟, 趟到無可再趟 東京的國民都不是很想, 日本的國民都不是很想 國際的盛事在他國家裡面搞, 無他的 中國武漢肺炎仍然沒有收皮, 很多的國家 仍然飽受中國武漢肺炎的肆虐, 中了招, 入了來日本 又再擴散, 真是多得你不夠少 但是日本的政府又不可以cancel這個東京奧運會 如果不是賠錢都賠死他, 分分鐘賠了全年的三分之一的GDP 國際這個奧運會又不可以cancel, 只會被拒絕 又有些選手去到日本, 一開球 準備練習, 又準備參賽, 又中了招 似乎現在Bubble都好像危在彈直 但在這個驚濤蟹浪之下, 終於搞了東京奧運會 終於開球, 已經玩了三天 頑固第一天他們的開幕儀式 我首先在這裏先講講, 我最認真聽到那些什麼開幕式 密密的咬你老美的, 又說什麼閉幕式 什麼什麼中文來的, 從頭到尾都是開幕典禮 或者閉幕典禮, 開幕八九幾年都是這樣說 一時不知道為什麼, 咬你我們香港的主流媒體 咬你什麼式, 咬你老母, 如來神掌, 第八式, 萬佛朝中, 咬你老母 餘來神掌, 第八式, 萬佛朝中, 咬你老母, 咬你老母 餘來神掌, 第八式, 萬佛朝中, 咬你老母 一會開學儀式, 又有什麼入學式 咬你老母, 真是被他吹咬仗, 真是春代都有氣 好, 我是星期五, 我又因為, 當時我在做Live, 和阿超哥 搞這個, 老樂, 超哥, 煮開有條癮 煮這個, 進星的, 馬來西亞, 沙巴的, 大伴府, 海蝦 沒有緣, 去看東京的, 奧運的開幕儀式的典禮 錯失了很多, 精彩的片段 當然, 其實我不是很想看的, 為什麼呢 雖然我知道日本人富有創意 日本人在科技和傳統文化裡的結合 加上他歷年以來, 一直被人無數驚喜 Attention to details 在很多細節裏面, 都愣愣得出神入法 據我認為, 東京奧運會今屆的開幕 而認識, 一定是人類史上 分分鐘都可能是最top的一兩屆 最好看, 融合了創意, 文化, 科學 卡里克拉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 奈何老樂, 為什麼不立心去追他 而寧願去搞這個直播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這麼好看, 這麼有心機, 這麼策劃了這麼久 集合了日本人, 這麼有創意的這些精英 去準備一場的開幕典禮 吵你, 你的老母, 好像去得到 全家的餘蘭節 吵你, 搞神功戲 坐無一人 人家是坐無虛切的, 吵你, 坐無一人 對著一張張, 六萬幾張這些空凳 然後做場大龍鳳, 給鬼看 搞得到, 吵你, 老母, 場面很可惜, 很可惜 很可惜, 我真的替日本人, 不能看 我真的不想吵你, 吵你, 老母, 有這種傷痛 無奈和哀愁的感覺 我決定, 吵你, 老母, 搞Live, 很可惜 完了Live之後, 我知道 看得到一些新聞, 也看得到一些精華片段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 真是吵你, 吵你, 老母, 這個民族 環顧整個亞洲, 甚至整個地球 能出去吵你, 吵你, 騎著日本人 當然是沒有什麼樣的民族 在亞洲裏面, 吵你, 吵你, 老母, 說一哥 真是沒有人能看得到, 吵你, 老母, 他的背脊 當然包括有14億人的 中華民族在內, 吵你, 吵你, 老母, 拍在日本仔裏面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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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 好像吵一聲, 吵一聲, 人家就可以是太陽的光芒 你, 老母, 你這些中華民族 就好像吵你, 黑暗中一顆的螢火蟲 跟他們點點輪光, 吵你, 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那, 吵你, 當然這一招 搞得這麼心傷神傷 當然, 多得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們的吵你, 吵你, 老母, 真是很大脊 搞了一個中國武漢肺炎 吵你, 死了全世界這麼多人 搞得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雞無鴨血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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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 搞得很好的這個混蛋 這個彩頭, 是不是 然後振興, 吵你, 但日本裏面 一直以來 衰了這麼多年的這個經濟 每樣東西都吵你,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臨喚一腳就弄劑 吵你, 去年來劑 中國武漢肺炎, 一拖再拖 搞得到現在, 不知道什麼樣子 那, 真是, 很多的項目, 假如不想到 吵你, 吵你, 原本準備這件事 在這個台場的, 吵你, 高達 和有很多的吵你, 其他不同的項目 就是等到這個吵你 東京奧運會開幕的時候 引進了這麼多的海外遊客 運動員, 見客 整個日本換言一身 有一番景象 吵你, 想都想不想到 變成了一幕的神功氣 吵你, 吵你, 老兵 安培晉三, 我還記得 上屆在李若熱來勞 運動會結幕的時候 安培晉三, 交代下一任 即是今屆的東京, 吵你, 老兵 去接棒的時候 我還記得有很多的Animation 又有這個MarioBardus 在這個穿梭電子世界裡 得到叮噹的幫手 然後用這個 隨意門, 不知道是隨意門還是時光機 總之是帶領到這個Basile 正在吵得將這條隧道 來吵你 你姓老兵 現在是から鬥 成人 而這個人竟然是安培晉三肯上 很厲害,跟著你打擾紅波,象徵是大日本皇軍國旗裡面的紅丸 然後將這件事變成世界各地發光發熱,那個symbolism多厲害 在這個時刻,我們已經知道預計了,打擾了一整集已經有一個上集 預計了他在下集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見到安培扮這個Luigi,不是扮Mario 然後跟著肯定有很多不同的電子、電競、漫畫、animation 很多不同的文化都會一直延續下來,在整個創意的平台裡面帶出來 誰不知,安培進三,都不想到這屆東京奧運會開幕 上年2020年就因為,為中國武漢肺炎勞心勞力 搞到他的,不即是胃病還是胃癌,發作 身體要緊,退下火線 成為他,雖然是日本歷年以來最長任命的首相 但是沒有辦法見到他,在他任內裡面,懸懸他外公的夢想 要立刻在東京裡面搞這個東京奧運會 再次在他的旗下幫忙,順順地這樣搞 這次事,我不敢說到國仇家、恨大家仔 一想跟你中國計算 當然,現在我們見到這個神功器出了場之後 當然有很多不認同的場景 令到我們非常振奮 其中一個令人非常振奮的地方 就是懸仔玩了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就玩到你春代,中國的春代都會出煙 就是當台灣隊入場的時候 原本他跟英文字母 這個什麼的Chinese Taipei,或是China Taipei 什麼東西都好,是CHI的字頭 但是懸仔,懸你老妹就不能跟這個字頭放台灣出來 懸仔就把它撥入了這個TA的字頭出來 換句話說,懸你老妹 他證明了他好像叫做台灣的名銜出來 你吹什麼?懸你老妹,我沒有人破壞這個 什麼東西兩個中國,什麼東西一中一台 我沒有人搞你這樣,我只是覺得他叫做台灣 就是叫做台灣,你吹什麼? 那好了,出來的時候 就叫做美的主播,叫做China Taipei 但是日文來說,就叫做Taiwandus 就是This is Taiwan,這是台灣 這樣形容他這個好朋友 當時的網民流淋了很多這些 激情熱血,充滿了這個友情頑張 就是大家互相共勉 互相這個鼓勵 互相這個支持的句語 台灣加油,台灣努力,台灣頂住 台灣你好,台灣友好 日日吹你老妹,有兒直到永遠 嘻嘻聲這樣去咬你老妹,讚美這個國家 真真正正見到兩個國家的鐵打的交情 大家在你有問題的時候,我扶持你 我有問題的時候,我老氣都支持你 總之就是好不敵,好兄弟 這些就是實現了大家的同盟 互相支持,互相關照的這種胸襟和氣派 當然,互相在這個時刻 互相體現到日本人那種 雖然我互相低調,我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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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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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當然是支持我們香港,加油努力,爭取民主自由 當然這一段時間就帶出了另外一個小塔曲 當台灣出場之後,你媽媽,你媽媽,你突然以TA的營致出場的時候 在大陸裡面那些什麼,騰訊,QQ這樣 停台也停不停,馬上就變了,你媽媽,回到直播室,阿萊你說兩句 變了一個talk show,不將台灣的隊伍顯示出來 彷彿這個地圖上,世界地圖就不肯見到台灣 那好吧,那你媽媽的格子真的很厲害,緊接著他們出場 當然也有這些中國的代表隊 兩邊的腿離不是差太遠,所以你咳咕了台灣 不肯讓他們在中國的螢光幕、互聯網和網友見面的時候 殊不知,你老美緊接著你們沒有多久 又到你們中國隊出來,但你們仍然要播放直播室裡面的講話 到你們要回來,播放中國隊出場 媽媽太遲了,紅媒婆婆已經錯失了所有這些圖片 看不到,變了你不想台灣在這個世界地圖出現 人家就反過來玩你,令到中國就不肯在這個世界裡面出現 而當中國隊出現的時候,日本的網民就吵你老母 風琴,吵他老母,吵他非天 又說吵你老母,殺人兇手,元兇,武漢肺炎 吵你老母,天安門,吵香港那些打壓人權的問題 總之一吵咀都是吵咕中國的這些訊息 出了你,你真是欲咕孫收家,吵你老母 沒有朋友吵你老母,這一人真是人衰稀臭 好了,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就吵你老母,借點椅油發爛 吵咕美國的一個電視台 說他出來的時候,就吵你老母,擺一個中國的地圖 竟然不肯見了香港 以及見不到台灣 我覺得這些就是吵你老母,借點椅油發爛 吵你老母的雞這麼大隻,香港只有一點 吵你老母,怎麼展示出來呢? 台灣也是在旁邊,是吧? 吵你老母,你看不到我看不到 像鬥養的地方,借點椅油發爛 多糟糕,沒有品,沒有來收藥 當然,在這個運動裏面,很多人說 運動說什麼政治 運動不說政治,你就笨蛋了 在兩點裏面,我們就見到 架仔這件事撐爛台灣 已經背後,雖然是說一個運動比賽裏面 兩個國家裏面的情誼 但是,實情在裡面 亦都帶出了 日本撐硬台灣的這個訊息 而在日本找他們最後一個運動員 上這個聖火去台,點著這個 奧林匹的這個火焰裏面 他找到這個大阪植尾 去點火 這個大阪植尾,大家都知道 他有這個美國籍,講英文就厲害 比他講日文,是吧? 而他也是世界排第二 第二的女單的這個 排名 找到一個有美國籍的日本人 上去點火 也都當然給了面架 這個美國佬 也都說了,美國也都撐爛日本 日本也是鐵打交情 對於這個美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我們的北邊的中國 看得到這個訊息 他的春代毛都逐條逐條蚊出來 激到 真是牙癢癢,沒有辦法 當然,我們在這個時刻 看到日本人玩這些小把戲 幫很多的 受中共打壓的國家和人民 當然就很開心 看得到之後就很興奮 但是在這個時刻 我們都想跟大家講講 我對這個開幕典禮的一種想法 原本我覺得 好像承接我開始所說 這個開幕典禮 應該是全人類史上 有這個奧運史上 分分鐘是最好的 這一個 開幕儀式 給大家感覺到一個 創意、文化、視覺、Message 各方面 牙仔一定是做得到很多的 這些的心機 你只是看他1824部 這個無人機的表演 將這個地球的圖像 砌了出來 已經知道 在無人機 在這個科技的配合 這麼synchronize 這麼有屌尼老美 高難度的屌尼老美 做一場show出來 融合了這個科技 和這個技術 各方面的東西 亦都是藝術和科學的一個 完美的結合 那麼日本人的表演 永遠不會令人失望 當然 他也那些不認同的項目裡面 就用這個人辦 這個logo 就令我們上回 你在1979年開始 在整個亞洲裡面 都大行歧道的一個 綜藝的節目 就叫做全日本偽裝大賞 我們香港 我不記得 叫什麼東西的名字 是吧 那很多人在一起 但是我記得 這個叫做全日本偽裝大賞 就用這些 不同的道具 各方面的東西 砌一些圖像出來 當時 也都非常之感受到 日本人的這些創意 和這些文化 和和這些世衛裡面執著的 這件事情 那麼當然 另外 另外也是 將這個 在上一屆 當這個 李若烈內勞 完結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 電子 漫畫 或者這些 科技 這些 遊戲機 這些 元素 都放在這裡 我一定已經預測到 今屆的開幕儀式 也都有這個 symbol 就會繼續 carry on 回去 如我們所料 當這些 不同國家的 這些 隊伍入場的時候 全部分都是播放這些 不同的 hit 和 popular 令到世界各地都好 吹之若霧的 這些電子遊戲機的主題音樂 而每一個 隊伍出來的時候 都有一些漫畫的框框 吹你老米就好像是帶出 日本的漫畫 亦都是吹你老米 世界各地 受屈一指的 這種文化的創作 當然我很希望 就是用北斗之權 吹你老米的框框 吹你老米 帶著這個 中國隊出來 而現在還有 健次郎吹你老米 最能令人吹你老米 扣人心圓的一段對白 就是你已經死了 那你就多吹過癮 日本仔 當然不會玩得那麼壞 不是就是吹我兜面吹咬人 打架 也是打 是不是這樣說 你看回 只有日本人 才可以超越日本人的 吹你老米的presentation 不愧為亞洲的 第一個民族 相反 2008年的 北京奧運會 吹你老米 大規模 大製作 千軍萬馬 吹你老米人海戰術 又有 吹你老米的張藝謀 這個帶領 是吧 但是 不要吹你老米 跟大和民族比較 人家就是科技 和藝術 本土的文化 創意 互相去結合 是吧 只是有品味 和這個意念 硬銷 這個creativity 不會 硬在自己的幾千年文化 面上 鐵金 砌這些大堆頭 大製作 無限 扔錢 燒錢 這樣 令人家 不斷以太亮 手掌 最懶惹的 就是 我還記得找個小妹 林妙可出來 還要找你幕後代唱 放煙花 射到 一天 腳印 以為一步一步 踩入北京的首都 殊不知 後來又被人踢爆 原來是電腦合成的這些畫像 兩個國家 一個是假大空 一個是實事求是 講創意 講文化 一個是無法戶 大堆頭 大製作 不論是金錢 亂來 但別人就是經過自己的思考 心思熟慮 然後砌一個很有品味的表演 高下就當然立盤 但這次日本 原本有機會 可以變為全世界 但有史尼最好看的開幕儀式 就是被你中國的武漢肺炎 玩砸爛了 變成了一場神功戲 我覺得 屌尼六尾是非常可惜 人類史上屌尼六尾 是非常屌尼六尾 令人慨嘆 無奈的一件陷事 聚灰禍首是誰 你和我都心裡有數 是嗎 M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數到 匯豐銀行、衡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都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HKTV